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在刚刚电话连线我们当然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 这个鸿太旅行社呢这个游览车已经被吊起了 但是呢这个创意旅行社这个团员们到底现在在哪里呢 那么失踪的21名旅客到现在依旧还是找不着 那么搜救人员研判说可能是落海 国防部也因此动员了海陆空展开大搜救 除了路上增援229个人之外 水下作业大队一共8组精锐部队呢 到114.5公里可能落海的位置 勘察地形准备水下的这个搜寻以及爆破 而且呢现在根据研判说随着洋流搜救人员 有可能要扩大搜索的范围 甚至可能到达龟山岛 一大早海军水下作业大队诊装待发 和海巡人员以及两名交通部官员 要找寻失踪的车体残骸 他们的配备精良包括14公斤头盔 潜水衣氧气瓶四块千块 重达25公斤 水下作业大队八组人曾经执行过 澎湖马工空难 八八水灾救援 任务是负责搜寻和水中泄氮处理 目的地前往疑似发现 创意车体残骸的114.5K和115K的位置搜寻 不排除在水下40公尺处进行爆破作业 而海巡人员上岸之后还要沿着苏花摊坊的悬崖墙壁 展开地毯式搜寻 对 当然海巡的部分已经可以从海上进入灾区 这个是吗 创意旅团21人到底在哪 有人怀疑人车坠落大海 在东澳海边已经发现有花色旅行带 黑色厚外套 帆布鞋 还有一些车体车壳和轮胎 苏花失踪的人车如果掉到大海 遇上黑潮的话 会随着洋流往北冲到归山岛 甚至是钓鱼台 加上东北季风遇上大潮 还可能往北带到日本琉球 而空军也派出了两架RF5征兆机空罩 要全力搜寻苏花公路失踪的25人 中日新闻 正会有报道 至于创意旅行社失联的 这19位大陆团员36名家属 确定在今晚搭乘长荣航空的BR806班机 预计在今晚的7点15分将会抵达台湾 这是刚刚我们所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 好 接下来我们要接几通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那么他们要表达什么样的心声呢 我们先接第一通 台中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请说 我今天要克制我的情绪 因为每次说要公路有 有碳光有死人的时候 我就要克制我的情绪 我住台中市 我老家在花莲 凤林 每次我要回去的时候 我儿子他们都会问 我女儿都会问 爸爸为什么我们都要 绕那么远的山路回去 而且都要吐到这样子 我说没办法 我们回家唯一的路就是这个 然后前几天我看到 看到阿尔佩斯山那边 山洞着通了 那个工程是多么的巨大 人家都可以开三批路 有一个什么 就是他们欧洲的枢纽 这样子 那我们花公路那种环屏 一大堆 讲了一大堆 我在花莲 我每次讲这个 我都会很激动 辉文 你也是花莲人 你每次讲的话 我都很激动 也很中听 我希望你在节目上 不管是2100也好 还是在这里也好 为我们花莲发声 为我们加油 好 谢谢李宣先生 好 谢谢你 台北的赖小姐 赖小姐你好 你好 我是想要觉得说 因为我有走过苏花公路 可是我走过三次以后 我就发誓 我不会再走那条路 就算不去花莲 我也不再走 那条路真的太危险了 你如果像现在政府说 要盖什么苏花膏 我说你要盖这个 不如直接盖苏花膏 因为如果苏花膏 要出事情 那怎么办 好 谢谢你 新竹的仲小姐 仲小姐你好 喂 仲小姐 好 电话没有接进来 台北的张先生 你好 你好 那个无论是宜兰 或者是高高平 这些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黄红治水啊 都没那些 都没法当 偷一句 黄新界主席讲的话 只会外国拔掉开闹路 非常口误 好 谢谢你张先生 细致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你好 我只是说大家比较冲动 那个苏花膏 绝对不能再会带来好几个灾难 我如果不讲话 大家都以为 大家都以为 什么那个苏花 苏花公路一直造成灾难 可是你还要再制造一条危险道路吗 你知道因为苏花膏总共有四十几公里的隧道 要打 而且它又是南北向的隧道 又是该在中央上面 东面的山腰下 那岩石那么坚硬的话 它机器没办法打 一定要用炸药罩 炸药罩的话 会把整个中央上面结构破坏掉 而且 那个宜兰发电台中 好 谢谢你因应时间的关系 这个我表辞一下 我先跟陈先生讲一下 刚刚律人提到说 阿尔卑斯山那个隧道 总共多长你知道吗 瑞士呢 为什么台湾呢 对 57公里 所以请陈先生慢慢再去做点功课好吗 一条隧道打57公里 其实苏花膏 绝对比 就各位要想想看 花莲朋友要不要一条路 你知道想要不要一条路 花莲到台北 你给他一条路的话 你到底用苏花公路 还是苏花膏比较好 苏花公路 就现在这个样子 苏花膏绝对比苏花公路好 因为苏花膏很多段 通通是隧道 也有高架桥 所以你环保人体说 会对生态影响 没有影响 隧道绝对不影响生态 是 这个问题 我想是不是可以听听看 这个李永远的意见 因为其实很多的民众 或甚至是连这个 花莲县城赴坤旗 他都投书了 说这早该七年前 就应该建的这个苏花膏 都拖到现在 结果人命关天出事了 现在才赶快要亡羊补牢 可是呢 和花莲人的这个命 真的这么不值钱吗 现在大家又在质疑的 就是说苏花改 那真的就会比较好吗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们先这样子 我提几个数据 让大家参考 从民国91年到 民国大概97年 平均苏花公路 所发生的摊坊的事件 平均每年 有11次到95次左右 一年 等于就是说一条苏花高速公路 平均一年最少有11次的摊坊 最多有90几次的摊坊 那上床人数呢 大概就是1.08到1.72 等于就是说 每次都一定会有人上床 这个就是苏花高速公路 那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以前走苏花高速公路 都要杀子钱 保平安 走苏花公路都要杀子钱保平安 这就是我们对苏花公路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观念 好那现在我们先来谈的就是说 苏花高速公路也好 苏花公路的改善计划 我们叫苏花改 这个是苏花改 这个是从民国97年 我们97年的10月 然后才做可信性评估 那可信性评估大概花了一年 民国98年大概就是等于98年的 11月12月左右 我们送到了行政院 然后到金监会 这个过程我必须要这样说明 那就相对的就是说 那97年之前有做什么 几乎没有做事情 所以那这条公路 现在就进到金监会要做评估 现在我们民意可用 那民气可用 现在都讲出来 那我必须要给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 其实最主要就是 从苏澳到东澳这一段 南澳到和平这一段 是地质敏感 在南澳到和平这一段 那南澳和平这一段 其实它的隧道是最长的 大概有13.5公里左右 光这一段就必须要做了13.5公里 那其实它总长 大概38多公里里面 大概要光隧道的话 大概占了60% 要盖20几公里的隧道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讲的 就是说 其实这工程坦白来讲 是很艰困的 如果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的雪山隧道 雪山隧道其实是12公里 那我们雪山隧道 盖了多少年 从民国80年 到完工的时候 是民国95年 花了15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 这个工程是很浩大 然后现在我看到 政府提出说 105年要给它贯通 我是坦白讲也是 这方面我也蛮质疑的 所以6年还盖不好 可能要花很大的精神 那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检讨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给花蓮人 一条道路 我们政府要赶快做 可是坦白来讲 怎么可能短时间给它 给不了 那你这五六年 花蓮人是不是还要冒着 危险继续走呢 所以说政策在走 政策要走在前面 政府的政策要走在前面 如果是说八九年前 政策就定的话 那这个这条 书画高速公路搞不好完成 或者书画改完成了 可是现在才要做 还有至少六七年以上的时间 那这六七年 你如何去确保花蓮人的安全呢 那你这个政府要去想办法 所以包括监测 包括这一次的 整个的未来的路况风路 因为只也有一个台风路 外围环流而已 就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政府如何在 书画高速公路 让任何人进到书画的人 他的一个安全的方向 现阶段你应该要再 从短中长期 必须要你这个规划出来 而不是说今天我们看到 一个书画改 或者书画高 就变成一个万零单 那我倒不认为 所以你也存疑 我倒不认为 所以你要给他公路 可以 一定要给 可是短时间内 我们要想一个短时间的政策 那李委员 所以我呼应一下 您刚刚提出来的这个数据 我也看到一个数字 是说在92年到98年之间 平均一年说 这个苏花公路 就有45天 它是不通的 行不得也的 那如果照这样情况来看的话 那接下来气候 还是非常的多变 那这五六年 我们还在盖这个 盖这个苏花改 那这个叫 民众怎么办呢 所以它第一 在铁路方面 然后在空中方面 然后在一般道路方面 我们尽可能的 在安全上的观测 维护 这几个方向我们必须要去投入 好 那另外我补充一个 刚刚都在讲游览车 其实现在我们的观光客 已经倍增到一年 已经快超过500万 那这个游览车 我们台湾的 等于耐灾的一个地形 整个国家 是产生问题 那我建议交通部这边 其实游览车应该 每一台游览车 不管你老旧 都应该要装GPS 你装一个卫星定位在里面 那你除了是防灾难的问题之外 你甚至于防盗 各方面的问题 至少你这游览车 永远我们都可以知道 它的定点位置在那里 好休息一会进广告 我们马上回到新台湾 新光大道